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Bessie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歐陽應齊 阿齊 你好 認識了阿齊一段長時間 由他當年最初是一個挖漫畫很聰明的人 到後來轉變成一個很資深的多媒體創作人 甚至現在涉獵了飲食 阿齊可否講一講你創作的路程是怎樣的 其實很多朋友都問 你會不會是假如時間換一個身份 這樣換法會不會很累 但對我來說 我真的沒有覺得自己有換了什麼身份 因為我從來覺得創作是普通的 裡面的不同的販數量其實都是普通的 所以有些朋友說 或者是方便叫做 這個就是跨媒體創作人 其實我想一下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叫跨媒體 因為本來我的創作是沒有邊界的 由一個領域到另一個領域 有些是有些很微妙的關係 有些是有些很直接的關係 所以譬如我讀書的時候我是讀設計的 但是我的第二份工作 其實已經在廣告電台 就是做電台的 那些人就會問 為何你不好地入港澳公司 或者是入設計房子 走去電台呢 我正正是覺得 就是我有了一個設計訓練之後 其實就真的做什麼都可以 我覺得我去銀行都應該可以吧 做素人士 做素人士 好像看來很流行的工作 加上電台的工作就更加是鐵馬行空 但是說鐵馬行空做往外 其實很乖 定時定刻一定要開咪 也是一個很有紀律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其實 只要你有了一些基本的訓練 譬如我們設計的訓練 或者藝術的訓練 大概會掌握到一些基本上的造型的能力 或者是一些講故事的能力 一些是解決問題的能力 有了一些能力 其實我覺得就是在日文行業 其實是可以工作的 我在電台差不多十年前後 當然中途我又離家出走 又回去讀書 我們第二學位 就是在我電台那十年 中間一個break讀回來的 我又跑去台灣做雜誌 那時候 號外雜誌要去台灣 那我又跟著大大約去了 那 但是一直到97年的時候 那算起來 我在電台已經整整十年了 那樣 對那個環境 和對那個工作方法 其實已經差不多 都掌握得七七八八了 那我又真的又想試一下 究竟自己單飛又會是怎樣呢 那便離開電台之後 我就變成了 就是我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一個freelance的寫東西 和做一些設計顧問的工作 那數下又十幾年了 那這十幾年裡面 基本上就是 就是一直在經營著自己寫作 和出版 那也都 就是on and off 有些設計的顧問的工作 我又可以參與一下 那因為自己一開始的時候 也都畫漫畫 那所以呢 但是我那邊 也都除了自己落手落腳的畫 以外 就會開始做很多拆展的工作 包括中港台的馬雅家 尤其是我們這些叫獨立馬雅家 是一個沒有所謂大的商業機制的支撐底下 作為一個個體 或者是作為一個小團體 可以怎樣運作呢 那我又會被 在那裡 因為已經這麼久了 所以有些經驗 我就會為一些兄弟姐妹 做一些幕後的策劃的工作 譬如會組織很多不同的展覽 在中港台幾個地方 或者在歐洲 有些策展的工作 也會在做 所以也是這樣 其實也是跳來跳去 但是跳來跳去 我又覺得 其實我也是在做我自己喜歡的 我自己熟悉的東西 當然啦 隨著年齡 隨著 隨著 越來越覺得 也不想 周身都沒有張力 始終你興趣多 貪心 但都要有一個焦點 我想都七八年前開始 我就說 好 如果我要找一個焦點 應該是什麼呢 因為以前這樣開開幾番 譬如設計 建築 我大概略之一二 漫畫 我長期一直都會在做 但是會不會有一個主題 我是 全天後 或者是這一世 下一世 再下一世 都會願意做 這樣反復問自己 結果 給出來的答案就是 嗯 因為我這裡很餵食的人 你也很餵食 我們一起到處 到處去吃 不過我們也好 我們是吃的都不肥的 那些 這樣就覺得 這個題目 似乎 好像跟任何人 都困得到的 還有呢 因為我身邊也有很多餵食的朋友 身上有舊朋友 這樣 一坐下來 如果是一說吃 我也知道 哈哈 我相信很多觀眾 其實 見到阿齊出現的地方 都是在街上有些食點 貼了盆口 看了一張 去到處都會有樣子 然後報紙 變成有一點 開始遺忘了 可能你是一個畫漫畫 所以我就會知道 因為以前看《我的天》的時候 我會在報紙剪低開 這樣看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 那些漫畫 但是你的創作路程 其實一直都跟漫畫是離不開的 因為由你初初就這樣去畫漫畫 後來有很多裝置藝術 我看到你是把漫畫系 放在一些立體的圖像裡面 亦都發展到後來 甚至一起設計家具 那張 由他當年最初是一個 畫漫畫很厲害的人 到後來 轉變成一個香港人 就是 對於吃是很有要求 那我覺得你是 用吃去做你的主打 做你將來的事業 一來自己開心 另外其實可以 將很多創作的元素 放在食物裡面 是 因為我覺得 當然這個食物這個主題這麼大 我們身邊這麼多不同的朋友 都是在為這個主題 做很多不同的工作 或者功課 譬如說 有些真的是一個職業 譬如有很多廚師 或者是餐飲經營的人 很多做餐飲服務的朋友 他們就是第一線 在前線工作 我們這些餐飲的人 吃得多 那時候又會 加上又會寫東西 好像有一個 輕輕會做 或者是食品的身份 但我一直都問自己 因為我還有其他的飯素 其他的飯素 怎樣可以和食品構成關係 可不可以出一本 全部是食物的漫畫 這樣想想而得 結果我已經做了一本 全部是食物的漫畫 又或者 既然我們這些 不是真的開一個餐廳 我要去中國人到處走 那是不是可以 一直去世界不同的地方 除了去找食之外 是不是都可以去探望朋友 去朋友家裡煮飯呢 因為我覺得 我是很珍惜 和朋友之間的關係 尤其是我的衛城的朋友 去別人家裡 譬如你去到 中國內地很多不同的城市 都有很多朋友 去到 我又很喜歡去他們家裡煮一頓飯 那煮一頓飯 但是 你是要去到 要認識那個地方 就是特地要去 街市 和朋友一起去 我們到處走 北京、廈門、西安 到處的街市 我們都走運 去到 如何買到 當地特色的食物 食材 然後回家 就是 住一些我們理解的 或者當然有當地朋友 他們會教你 一、兩、五、朝 他們從小到大 吃了什麼 有沒有自由發揮 都有的 因為我去做 我肯定不是做一個 原質原味的當地 但是譬如 他教了我之後 我會用我自己的理解 去演繹一下 有時候 現在其實 內地很多城市 都已經比較國際化 有時候 有些氣氛 你會覺得 不一定是要煮當地的菜 你也可以 是將一些 譬如在廈門 一個酒吧 我們煮過一餐 給三十人吃的 南美的一個 就是 一晚 就是 從酒 到所有的食物 都是有南美風的 還有 有DJ 一直在 很開心 我這幾年就開始 玩了很多 這些劇 去不同的朋友家 無論是中國內地 或是世界 各地 東南亞 因為我很喜歡 所以去到東南亞 有很多地方去煮飯 這件事 就是 除了煮飯之外 當然 我的助手 會將整個過程記錄下來 變成我們的出版物 蜘蛛人出了一本書 就是這個內容 其實如果這樣想下去 還有很多很多 和食有關的 和創意有關的東西 是可以這樣 扔起來 就算我現在出食譜 因為我都很定期 當做一個功課 我一定是很 平常去做食譜 而我的食譜 就是針對年青人 很希望引他們入傳播 因為我們做設計的 起碼你做的食譜出來 都很漂亮 大家一看到 咦 對呀 真的應該好吃 又簡單 做了之後 譬如那些食譜做出來 我也覺得 可以跳出一般傳統食譜的做法 所以我又會找一些畫漫畫 我很喜歡的 年輕的畫漫畫的朋友 給一些版面出來 譬如我畫16頁 就是 譬如我那次有本食譜是蛋的 他幫我畫一個故事 就是 全部關於蛋的 全部關於蛋的 水果 他又畫一個全部關於水果 米 全部關於米 我覺得 飲食和漫畫 是有做一個這樣的結合 另外呢 我有一個助手很喜歡做手工 就是很精細的事情 他有做到 我又問為什麼 食物不可以跟手工藝結合呢 不可以的 沒有說不可以的 所以他就用了 那次我們做了一個水果的主題 他就選了很多種不同的種子 那些畫 例如絲綿瓜 綿瓜 或者蜜瓜 或者西瓜 他就做了很多可以帶在身的 可以穿上身的一些飾物 那樣 我覺得 現在越來越就 會真的比較放鬆 那些 就是 沒有說很拘謹 那些 我做了一件事 一定要是循環道具 一定是一種方法 其實我們有 講到創意其實就是 任何方法 對 任何方法 我印象很深 就是我們那時候 讀書的時候 我們英國教授 就 一來就跟我們說 設計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解決問題 尤其在英國傳統裡面 他們很強調 他們很實際 什麼都可以 你中文 如果字典翻出來 就叫做 折忠主義 就好像中庸 但是 那個意思是很奇怪的 但是 我的理解就是 Anything goes 就是 你怎樣都可以 總之你能組成它 你又說得出來 其實已經是OK了 是的 那當然你越多經驗的時候 你就會 越可以拿捏得 又會貫通一點 是的 一方面我覺得 如果你說 經常有些 因為我經常都會 回到學校做一些 講座或者Workshop 就是 中港台很多地方 學校我都去過 剛剛 前一陣子在青華美縣 那裡 就是跟他們做了一個Workshop 那些學生 很熱情的 問很多問題 其中一個 就是 最經常我會被 被問到的 就是 其實他們的年紀 可能是十多歲 到二十多歲 這段時期 我有什麼Advice 可以給他們 尤其在這個年紀 就真的 什麼都可以試 興趣不怕多 又不怕自己貪心 總之你每件事 你都真的去試過 因為你沒有試過 你就沒有發現權 也都不 不知道自己究竟 是不是真的 有能力做的一件事 或者是 喜歡不喜歡做的一件事 就是 等於我們有個說法 就是說 犯錯的就是 要越早犯越好 早點犯完那些所有錯 也都等於 就是說 我們有興趣的事情 麻煩你早點去試 試多些它 你可能整個二十歲到三十歲 這段期間 我覺得都可以 任何其實都是 放膽一點去做 我覺得 因為你不嘗試 就不知道 究竟是會不會成功 就算其實 不成功都代表 不是成功的 因為在那個過程 是一個經驗 對 我覺得最重要是經驗 因為你經過過 你就知道 這件事可以 不行 其實所謂不行 也都 這個身體沒有什麼 不行 你可能是對比起上來 可能我做另一件事 就會更加會出色 所以就是說 當你二十歲到三十歲的時候 可能已經經過了 你十件八件事 然後你可能 下一個幾份工作 無所謂的 好了 你到可能三十歲 四十歲 這個階段 你可能會比較 自己也都知道 要穩定下來 找到兩三樣東西 你是自己有興趣的 有些可能是一個 即是職業 很專門的 很專業的 有些是旁邊的興趣 我現在經常都說 你不開 即是你不關閉這些門 也都不開到其他門 所以 你去到這麼一年多 你就會知道 哪些東西我要收一收 然後 焦點 要集中一點 譬如我現在已經認定了 即是 即是 用食物來做你下半生的職業 是的 接下來幾十年 即是 如果再有下一世 我想 即是 都是吃的有關 因為你太好吃 所以因為 題目實在太大 因為你可以很 很嚴肅很認真地 跟大家說 食品健康 衛生 安全 食物基本上是政治問題 經濟問題 如果說歷史 還有更多 交通史 貿易史 殖民史 即是 甚麼都關於食物的 或者真的 你揭開報紙 如果你認真地看 直接間接 每天報紙裏面 有的 那些新聞 其實 真的有三分一 是跟食物 這個 跟食物 全部都是有關的 是有關的 所以 我覺得 你可以很嚴肅認真地 大條道理 這樣說食物 但你當然也可以很風花樹液 但你食 即是 餵食得來 我見你做 這道食物的時候 是很認真的 你平時 怎樣去令到那些菜式 是多些變化 因為我見你是層出不窮 是沒有停過的 因為做食譜 這樣做做下 也會掌握了一些方法 或者自己的路數出來 當然 我也會分 即是說 我有一批 是很主題性地做的 以食材主題 譬如說蛋 這樣 我會淚下去 三十個 四十個 一百個不同的蛋 食譜 全世界這麼多 我一路揭人家的食譜 或者一路爭取機會 在外面的時候 嘗試一下 西班牙原來做薯仔蛋餅 又可以這樣做 或者他炒了一盆辣的肉腸 最後原來是打兩隻蛋下去 讓它半生熟 即是你去到那些地方 你自然就會知道 原來不同人有不同的做法 我們自己傳統的蒸水蛋 也是要講技術 炒黃布蛋也是要講技術 即是全部 只要你有一個 即是自己有條線索 你就一路爭層不共 當然你自己還有一些 叫做獨門秘方 即是譬如 其實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很神奇的 就是說 譬如我對香料和香草 我是比較 這樣興趣 有沒有自己種 我有的 我以前有種 不過因為我現在出門出得多 所以 沒有時間那麼碎 沒有時間那麼碎 但是我對香料和香草 我是很有興趣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一個菜很像平平無期 但是你就是靠那些觸碎 點綴一下 對 就點綴一下 譬如我今天剛剛 我們煮完幾個菜 我其中我最後做一個 意大利的risotto 我是用了 當然洋蔥 還有是回香 回香頭 切了絲 然後就是做這個risotto 主要的材料 但是我們在差不多煮好的時候 我們加了少許豆扣粉 那個豆扣粉 就將整件事 就提了出來 還最重要 就是我們吃的時候 再磨一些 紅的胡椒粒 為什麼要紅的胡椒粒呢 而不是普通的黑椒 或者白的胡椒呢 那麼紅的胡椒粒呢 就不屬於那個family的 如果大家知道 就是黑椒 青胡椒 就是黑胡椒 青胡椒和白胡椒 其實都是一樣東西 它只是在它的熟成的 不同的時間採 或者有些是有乾 有些是沒有乾 有些是沒有乾 就是在它剛剛生好了的時候 就在那個stay 黑的就是有曬過的 白的就是有磨過黑的之後 變成白的 就是這樣 但是紅胡椒呢 其實是另外一個family來的 但是它就有特別有一種 很特別的清新的味道 這些如果你有多點認識 多點研究的時候 就在你的菜式裡面 你就可以玩了 就是那些人 大家都可能是吃那個樣東西 為什麼你做的樣東西 是會有一點點特別的呢 有個touch的呢 我想可能我們讀設計的人 就是特別介意有沒有那個touch 那所有創意的東西 其實就是說 你在埋門一腳的時候 你給它一個什麼touch 講到我都很餓 因為這裡周圍 還在散發著一起 剛才煮了四個菜式的味道 一進來很香的 有些好像咖哩味一樣 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還是流著那個味道 弄得很餓 那你接下來呢 其實對於你將來的工作 那個展望又如何 我知道你用食物為 就是你繼續的工作 你都可以說 我好像很有計劃 一步一步 將來要怎樣 可能排了下去 這三五年十年 八載已經是有一個 自己都很清晰的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同時 不要被這些東西限死了 你有計劃是有計劃 但是創意的東西 有時候就是 有時候無端端 你遇上一個新的朋友 他給你一個 有少許的啟發 一個啟示 其實你可能那條路 又會不同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 就是一方面 你自己尋得住氣 就是說 你都做了這麼久 有了這麼久的經驗的時候 有些事情你知道 OK 就是這樣 一步一步慢慢走 但是呢 一下子 你又要因為你平時有累積 所以你就會反應到 如果你平時沒有累積 就不 對不起了 因為 挺好的機會 你都不知道 反應不過 但是我想我們在意的就是 平時一定要做好 種種的累積 到你要做決定的時候 你可以很快做好決定 這個也是大家所謂說的 慢生活和快的節奏之間的 有名的關係 那你如果 對於年輕人 就是想從事這個方向 就像阿齊一樣 喜歡畫漫畫也可以 煮食也可以 煮個雞蛋也可以 你有什麼 怎樣可以有個啟示 給年輕人 或者是可以從這個途徑 朝著他的理想進發 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剛才也說過 去到這段時間 你要不斷問自己 或者這樣可以說 你每天都要問問自己 我是不是在做的 我自己最開心 最想做的事情 如果不是的話 我怎樣可以近一點 或者一步一步 在計劃裏面 一步一步 終於可以做自己真正 最想做的事情 而整個過程裏面 我覺得一方面 又要沉得住氣 就是不要因為 那種種東西周圍的 又說 你馬上放棄了 原本自己想堅持的事情 你都要長先 其實你都是在做 朝著一個大的方向 但是中途你又可以 去碰很多不同的飯素 是令到再鞏固些 你將來或者正在走 要去的方向 是讓整件事又豐富一些 就是不要只是很單純地走 那其實總括來說 就是大膽一點去嘗試不同的東西 還有盡量做得開心 好像阿齊一樣很開心 從頭到尾我見他 在創作路上都是非常開心的 沒有辦法 其實做人最重要是開心 開心得來又可以和大家分享到 這個就是我現在的狀態 那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也很感謝一齊做我們今集的嘉賓 再見